这个日本老婆酷爱导国功夫 每天都要用拳脚拆夹 中国丈夫何涛看不下去 劝他不该如此粗鲁 他的丈夫是中国人 就算练武 也应该练习中国功夫 可没想到 老婆公子闻听此言 竟反问何涛 你妻子是日本人 你为什么不练日本功夫呢 何涛的劝告被公子视为耳边风 从这以后他更加放肆 吩咐下人 把家里何涛的中国兵器全部扔掉 换成自己的日本兵器 何涛见状上前置问 不料公子竟轻描淡写地说 中国兵器不是真正的兵器 这些东西 我全部懂 放在这里 完全是废物一样 听到自己的宝贝 被公子当成了废物 何涛不再隐缘 拔剑展示出刚柔并济的八卦剑 公子看后轻蔑一笑 说何涛耍剑向女人跳舞 随后拔出武士刀 他的刀法虽强劲 但破绽百出 何涛将其称之为乱叫乱手 谁知此话一出 公子大梦 对着何涛便乱弹起来 日本剑术招式大开大火 但其招式单一 终究敌不过中国剑术的变化莫测 和攻守兼备 果然不出几招 公子便失了手上兵器 何涛则十分得意 什么是剑 什么是废物 现在你明白了吧 公子不服 拿起长枪继续与何涛对战 和他出枪空有蛮力毫无张法 而何涛使出的中国枪法灵活训练 宛如蛟龙出海 不出片刻便将公子的枪牢牢锁 使其动弹不得 公子接连吃了两次憋 心中十分委屈 一气之下 他使出人数 想让何涛好好见识一下日本功夫的厉害 只见何涛刚陆走 便中了公子提前布下的飞刀 他本以为何涛会就此屈服 可没想到 何涛却说 在中国 只有技不如人的下三滥 还会使出案件伤人这种功夫 取胜固然重要 可也不能不择手段 这样做 太卑鄙了 听到此话 公子勃然大怒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回到日本 找到青梅竹马的忍树大师五眼三藏 学习更高深的日本功夫 立下不打败和涛绝不回家的誓言 何涛父亲得知此事 将何涛痛骂一番 让他立刻去日本跟公子和好 并且告诉他 此刻公子正在和五眼三藏日日相伴 听到这话 何涛顿时有了危机感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事 家丁给出建议 既然公子热爱日本功夫 那么只要何涛向他发起挑战术 他定会从日本前来应战 何涛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立刻下股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公子收到挑战书时 五眼三藏正好在他的身边 看到姓李 满是对日本功夫的嘲讽 五眼三藏勃然大怒 将信带回武馆 掌门得知后 当即带着七名高手赶往中国应战 何涛本以为是公子为家 结果却看到门外站着一群壮涵 他的心里为之一惊 好在对方十分讲武了 为了避免被说成是以多欺少 他们决定每天派出一位高手 跟何涛单挑 而眼前这位气势汹汹的剑术高手 便是何涛的第一个对手 只见两人出剑互相试探 随后正式开始对决 短暂的交战后 何涛摸清了对方出招的套路 再次对战时 他先是灵活躲避对方出招 随后主动出击 一劈一挑 皆让对方难以预料 见自己不敌 对方索性仰起地上杀石 以此干扰何涛视野 只见何涛伸手阻挡 随后利落挡住对方剑人 趁对方不被乘胜追击 不出片刻便将剑架在了对方脖子上 胜负一分 高手不再挣扎 围表顺服 他以日本武士的方式将配件献给何涛 但因为其姿势怪异 让何涛误以为他输不起还想再打 见何涛不收自己配件 高手感觉受了欺齿大怒 于是跪在地上便要切腹 关键时刻 被五夜三藏制止 你们中国人不懂礼貌 你们日本人才不懂礼貌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不要为越来越重 可为了风度 双方并没有再交手 临别前 五夜三藏放出狠话称 明天便会派出身旁这位空手到高手 让何涛好好吃点苦口 公子得知自己闯了祸 马不停蹄地回到中国向何涛道歉 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至此两人重归于好 同时公子也劝道何涛 他昨天拒绝高手送件的行为 是对日本武士最严重的侮辱 已经彻底激怒了这群日本人 所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比武 日本人为了挽回民族尊严 无论如何都会打败何涛 何涛也没想到 这件事居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到教他武功的师父 众弟子们都觉得应该一拥而上 将这群日本人通通打跑 而师父却觉得此举只会加深矛盾 对方受挫之后 还会派出更多的日本高手前来挑战 练武本是为了强身健体 伤了何气便违背了初衷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 便是由何涛一人出马 将所有人打得心服口服 但师父不会坐视不管 他会为何掏出谋划策 寻找打败对手最好的方式 比如明天对阵掌力极大的空手 最好的取胜方式便是讲究以游克刚的最大线 到了对决当天 何涛与空手道高手相互出拳试探一波 结果确实如师父所说 对方力大无穷一出招便将石头击嘴 何涛见状不敢含糊 只见他眼神迷离 进入最全状态 五野三藏见状询问 你怎么可以喝酒 这是中国有名的最霸先权 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日本人无话可说 随即开始对战 只见对方使出是大力尘的拳 而何涛成卓应对的同时 发起出其不意的进攻 片刻便将对方击倒在地 对方不服输 起身在战 不想刚一出手就又被击倒在地 此时的他已经输了 可他自认为再战一轮便能扭转局势 于是厚着脸皮再次上前 无料这一次 何涛直接出手抵住了他的脖子 稍微用力便会命丧当场 何涛取得了碾压式的胜利 转身正要回家 便看到了下一个对手正在练功 对方右手持双截棍 左手拿短棍 何涛从未见过这种功夫 回去之后与众人商议 决定以三截棍对抗 到了第二天 对方如约而至 两人展示兵器之后 便开始对战 见识过何涛的实力 对手不由地后退 再次对战时 已经失去了气势 只见三截棍在何涛手中来回自如 防守的同时进攻也十分迅速 短暂的周旋片刻后 对手的两种兵器便被气牵制 尽管对手不承认自己技不如人 只觉得是何涛手中的兵器比他的长 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认输 紧接着便是枪与枪的对决 日本枪法与拳法一样 出招讲究大开大火 虽有士气但疏于防守 而何涛使出的中国枪法一扎一扎 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仅仅几个回合 便搅了对方兵器 下一个对手 是使用双叉的高手 为了攻停 何涛选择使用双刀应战 两人刚交手便剑拔弩张 只见对方身法灵活地来回堵 但终究只是花拳秀的 在何涛持续的攻势前 很快便投降认输 接连打败五名日本高手 这让声称自己蒋武德的日本人坐不住 当天晚上 便有一名壮汉闯进何涛家里 要与其单条 何涛见状不禁发问 不是一千比一个吗 壮汉闻听此言 跑到客厅静坐 等凌晨十二点钟声一响 就起身要与何涛对战 气得公子忍不住要出手 替丈夫教训这个没礼貌的日本人 可何涛却气定神闲 示意公子退下后 与其交手 两人的力量和身形相差悬殊 加上何涛今日体力消耗殆尽 此时的他完全不是壮汉的对手 只能任由对方 将他如玩物一般摔来摔去 危及关头 何涛一招惊蝉脱鞘 成功化险为一 这时围观的家丁灵机一动 在何涛身上涂满润滑油 这样一来 就算壮汉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抓住何涛 何涛抓紧时激攻旗下爬 可壮汉下盘几吻 家丁见状丢出粘油的抹布 壮汉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他本想指责何涛犯规 但一想是自己不讲武德在先 只能愤愤离去 何涛不解其意 正要挽留 却被公子拦住 他名叫永不当 他倒就算输了 侥幸赢了这次比武 何涛由衷感叹此人功夫了得 而公子则告诉他 真正厉害的是五野三藏 他的忍输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让何涛多加小心 听了这话 何涛立刻开始防备 他在家中院子里撒下花生 不料这时 门外移到黑影上 何涛见状致出飞镖 黑影随之倒地 就在他上前查看之间 房顶落下一把飞刀 正好将他刺除 但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何涛的寂寞 紧接着院里传来的脚步声 何涛一看是公子的身影 连忙上前 五野三藏瞬间卸下伪装 朝何涛猛刺一刀 而何涛早有防备 就在他使出飞镖将五野困住时 一道紫色烟雾阻碍了他的视线 随后五野施展忍树顿走 临走前与何涛约定 明天在清水湖见面 不来不是中国人 第二天 何涛乔装打扮成农夫 不料五野也是同样打扮 两人相互拆穿对方的伪装 随后开始正面交战 没想到五野虽然忍树了 但枪法却十分逊色 不出几个回合便落入下风 见自己正面对抗不占优势 五野再次顿装 何涛一路紧追来到湖边 却被五野偷袭 何涛不与之废话 想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只见五野潜入水中 露出主管呼吸 何涛下水正欲攻击 不料主管突然喷出毒针 何涛当场毕灭 五野再三确定何涛死透了 随后将尸体扛到掌门面前邀功 不承想 就在众人得意之时 何涛突然起身 原来五野方才发出的毒针 被何涛含在口中 一路上 他都依靠强大的内功 引去呼吸和心跳 见此情景 五野心服口服 承认何涛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何涛也向众人解释道 这次的挑战书 他只是为了让公子回家 并不针对任何人 能够一次见识到这么多的日本功夫 他十分荣幸 经此一战 他不再看不起日本功夫 而献给他配件的那位高手 再一次摆出了相同姿势 至此 两人化干戈为玉伯 也象征着中国功夫和日本正式和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